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中国股方面的继续基本上是保持原地不变 虽说上海和深圳虽然到上周五还是在3370以下 但是总体上来说现在依然是在过去一年半以来的高位 上海方面的收盘收在3363点 那么在欧洲方面的在上周五也没有太大变化 英法德上涨和下跌都在0.2%以内 同样美国的话呢两个指数上涨一个指数下跌 但是幅度呢也几乎都是忽略不计 另外在其他方面的黄金价格是再创新高 达到1251的高度 但是油价则再次下跌了3.2% 重新又回到47块5毛钱的价格 接着在今天的热门话题中 我们来看一下呢就是现在虚拟货币的一个热门情况 就是我们在上周五知道的呢 中国有可能会关闭虚拟的虚拟货币的交易所 我们知道在上周五呢对于是金融市场的部分投资者 尤其是那些中情于投资虚拟货币的投资者来说呢 简直就是一个噩梦 那么这也是我反复之前跟大家强调的 为什么我们普通的投资者不要尽量不要去碰比特币的原因 就是因为呢全世界所有的数字交易中 中国占据了80%以上 因此比特币呢包括其他数字货币在中国面临的巨大的不确定性 任何一项行政命令呢都会对数字货币产生巨大的影响 比如上周五的时候呢就是一则四有四无的传闻 说到监管层监管层呢正在酝酿 包括关停比特币以太坊等在内的虚拟货币交易所 但是这个仅仅只是市场传闻 那么我查看了任何证监会 银监会以及中国的门户网站 网易搜户等等都没有一个明确的文件 但是仅仅就是这些传闻 就使得比特币和其他的数字货币一页之间是暴跌了20%以上 比特币价格更是从5000美元呢是下跌至了不到4000美元 那这是什么意思呢 如果你使用的是国内比较常见的五倍的配置法的话 那在一天时间你就会被暴藏全部亏光 那为什么数字货币在今年会被国内的监管部门打得这么严重呢 其实还是因为呢一个顶峰作案的问题 我们知道包括比特币在内所有虚拟货币都宣称自己呢 是用一个独特的数学方法来保证发行数量有限 同时呢实现匿名性等特点 因此呢在最近几年也是风靡了全球 吸引了很多的投资者关注 但是我们要说的是但是 就是因为呢这个数字货币目前它可以具有的一个匿名性 所以它在某些情况下 它就可以绕开这个中央央行的外汇管制 那么对于国内的场内交易来说呢至少还是实名登记制 我们知道更多的时候呢这个比特币是存在场外交易的 也就是说买家和卖家可以不通过市场啊 只通过中间人 买家把钱打给中间人 卖家把货币转给中间人之后呢中间人 来进行交割 他收取手续费 那么这种方法实际上来说呢 是可以起到啊 这个躲开好多监管层的 这个啊 我们说的监管 你不知道他交易的金额是多少啊 你也不知道呢 他交易的数量是多少 所以 往往这些时候呢就被用在了 非法的地方 这也是呢目前央行 为什么要直接打击 这个数字货币的一个重要原因 就是因为其匿名性 所以说说了这么多 如果我们各位看官自己是中国央行的领导 相信也一定会干掉这个顶峰作案 挖外汇储备墙角的渠道 但是我们今天讨论的并不是这个产品的涨跌或者是趋势 关键呢 就是它的交易环境和稳定性 因为对于我们投资者来说 很多时候我不怕它涨 不怕它跌 关键怕的呢 就是不确定 万一你不让我交易了 那我即使是趋势看对了 我赚的钱也照样意识一张废纸 怕就是怕呢 暂停交易或者是取消交易 所以那么我本人在今年上半年经历了多次人民币的失败之后 我现在总结出的教训呢 就是这样 你任何的事情啊 如果是和中国的产品搭上钩 A股也好啊 指数也好 或者说人民币也好 或者说比特币 但是因为是在国内的交易的比特币来说 啊 那很多时候你就必须紧紧跟着政策来走 任何的侥幸心理 想和这个监管层唱反调 想和这个上层意志唱反调 最终都会被撞到 头破血流 这个呢 是我目前总结出来的一个经验教训 就是咱们俗话说 圈子里的事由圈子里自己定 圈子外面的事 那么那些事才由圈子外面的人来定 接着我们来看一个最新的产品 今天说的是黄金 我们知道黄金用了两周时间 从1300的价格呢 是一路上涨60美元 接近于1360 但是在上周五的时候呢 从1360附近下跌20美元左右 但是呢 又准确的打在了它的短期支撑线 大约是1330附近 因此只要这个价格没有被跌破 那黄金价从目前来说上涨趋势 依然没有改变 所以我们投资者可以密切关注1330这个价格 一旦1330没有跌破 开始反弹 我们可以在1345附近 就是这个颈纤维附近呢 考虑进场 那么以上呢 就是今天GoMarkets每日财经点评的内容 我们明天同一时间 再见